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韩国网友们关注的五件事情 Latika编舞被采用的部分 目前横扫榜单的爱不兴趣 Lobo Dibu 这首歌的舞蹈是由 以Producer系列而有名的全英俊所属的舞团 FreeMind 以及主演Street Woman Fighter后 人气暴增的舞团Latika所编的舞蹈 简单的说就是在各舞团编的舞蹈 挑选好的部分后最终决定了现在的舞蹈 而昨天Latika公开了他们编的Lobo Dibu舞蹈 我们来看一下队友哪些动作被采用了 拿的是Stick这部分的舞蹈真的大方 Ive跳摇摆头的舞蹈的时候 很像是少女的舞蹈 但是舞者们跳的话就是帅 果然跳的人不同 舞蹈也能这么不一样 Ido是要让跳舞的我更加突出 舞者是要让我跳的舞蹈更加突出的感觉 所以一起看的话更会有对比的感觉 Sai回归 鸟书Sai将在4月29号 以正规第九章专辑回归 为什么会在4月29号呢 这是因为 Sai的韩文名是Sai 九世库 所以Sai的第九章正规专辑会在4月29号发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以前就会突破了广场合奏 4月29号可可 果然是赛可可 哇 康南斯泰已经是10年前了 哇 换衣服的村庄系的雨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换衣服的雨里 哇 这是什么 为什么会一直想看呢 太洗脑了 比起其他人 这个挑战雨里做得最好 雨里真的很厉害 今天又是非常想念村庄系的一天 换 哪里想要问雨里的问题 那个 我真的很想问一下 见到姐姐的话最想问的是 很好奇漂亮的女人的生活 那个 就算我说了 你应该也不会明白吧 哪里啊 不好意思啊 就像我不知道好笑女人的生活 都是要体验一下 那我是这一生都不能经验吗 没有过走在街上男人们回头看 要你电话号码的经验吗 嗯 嗯 那怎么办 应该不知道吧 不好意思啊 姐姐太中肯了 是吧 我们应该一辈子都不知道吧 啊 雨里你是两者俱全吧 所以大家能知道 长得帅的男人 漂亮的女人的生活吗 女金还是韩索颖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是女金还是韩索颖 大家觉得是谁呢 对了 4月12号根据媒体报道 女金为了帮助江源豆的火灾 捐款了5000万韩币 女金表示 真心希望能够为在南区的人们 恢复珍贵的日常生活 成为小小的希望与力量 不只是长相 整个人本身就是很帅 女金非常诚实地说过 自己想要赚很多钱 对投资很有关系 所以对她很有好感 没想到年轻人捐款都这么大方 应该是在四代女爱的当中 第一个捐款的人吧 希望能够更更成功 加倍散发善的影响力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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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ar Americans 一生 0 b 到 88 m 或者 哇 dans dans dans